如果可以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 當然這邊有個Get in touch 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 1 2 3 那這邊有電話 你也可以把它抓下來 所以以後的話 只要網頁上看到了什麼 你也可以把它抓得下來 那表示說你應該真的是學會了 多練習之後 你會發現爬蟲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 而且真的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要抓的資料量是很龐大的話 那真的就非常適合 OK 那比如說第一個 這裡面總共有幾個連結 總共這邊CSF主頁 一直到聯絡我們 有這麼多 那我希望可以把它 有點像列一個表 就是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是這個名稱 一個欄位可能是超連結 然後把資料當然不是人工的方式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好像前面的四行應該都一樣 所以我們一樣把那前面的四行 直接拿剛剛這個來用 所以第一個 所以將來其實甚至你可以 拿那個我們上課用的這個程式 拿來當範本 範本來改應該也OK 第一個先這四行 然後網址不用變 因為跟剛剛那個About 只是同一個網頁 所以不變 第二個的話要抓什麼 第二個的話我們要抓的是這個Links 所以Links裡面的話 當然我要抓的是這個超連結 所以按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的話你會發現它的標籤是A 那當然你如果假設要抓這個A的這個名稱 當成是你要的一個 fine的一個依據的話 你可以用fine all 可是問題喔 你一樣的方法可以Ctrl F Ctrl F就尋找 它會跳出來 那你可以在這邊輸入一個小於符號 加一個A好了 小於符號A就是指的是 要抓那個超連結 這個網頁裡面呢 到底有多少這個A 小於符號A 就是那個超連結的這個標籤 那你會發現 總共的話有幾個 總共有90個 可是我們剛剛About 那個什麼 Links好像沒有那麼多 好像頂多才10來一個吧 那你90個 所以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慢慢算 怎麼算 就是你算那個 這個是第一個嘛 最上面嘛 那你可能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 並且你要按到 終於看到那一個 那你把那個數量 你用fine all 之後呢 拿去算第幾個 然後把它print的出來 可不可以 可以但是很笨 OK 那如果不用這個方法的話 有什麼方法呢 所以我建議你用方法2 方法2的話呢 方法2的話呢 是先縮小範圍 也就是說呢 你先把整個原始碼抓下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再去抓你要的那個超連結 到底在哪一個板塊 DIV在哪個板塊 裡面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板塊抓回來之後呢 再做第二次查詢 所以可以查兩次 當然未來 如果再更複雜的話 其實你查三次 查四次都可以 因為有些網頁有沒有 它一層裡面還有一層 一層裡面還有一層 很多層 你可以階段式的 有點像撥洋蔥的方式 OK 好所以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我 第二個方法是說 我先知道它在哪一個板塊裡面 所以按右鍵檢查 那怎麼知道它在哪一個板塊 很簡單 就是你找第一個超連結 它的上面這一個 這個就是了 有沒有 DIV 然後它的class名稱是這一個 所以我就先把這個 這個DIV跟這個class的名稱 把它拿來先取得 那取得之後的話 其實它就會只抓到 這一個區塊裡面的程式 所以你先抓到這一個區塊之後 再去抓這個區塊裡面的A 那就會是全部裡面你要的資料了 OK 應該可以懂了 所以我們第一步 先抓這個 所以我們程式怎麼寫 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這個 原來叫DIV 那把它貼上好了 那FINE的話 因為是不是只有一個 我剛剛查過好像只有一個 所以我們用FINE應該沒問題 用FINE 不是用FINE-O 然後特別注意 找到之後的話 請你在前面多一個名稱 本來是SP 對不對 那我把名稱前面改成叫SPE 也就是說 底下 還可以再做第二次的查詢 什麼第二次查詢 因為我要找這個DIV裡面的所有的A 對不對 所以我底下所有的A的話 那我就可以SP 有沒有 這個就是剛剛找的這個板塊裡面的原始 只放這些 那我要針對這個SP1裡面 再去FINE-O 這個A 也就是說我找的就是這個區塊 這個 有沒有 這個底下的這一些 所以這一些的話 指的就是這些A而已 其他呢 其他不會找 OK 所以我就是 在第二層查詢的話 那就是SP1 FINE-O 然後把它找到之後的話 裡面可能有10幾個 然後再把它 跑個回圈 逐一的PRINT出來 那PRINT的話 當然我是先 把裡面的資料 就點TEXT 點TEXT的話 就抓到它的名稱 豆點 後面加一個 點GET HREF 就抓到它的超連結 所以我把它執行 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出現的話 就會是它的什麼 名稱嘛 它的網址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 第二個名稱 第二個網址 OK 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不會抓到其他的 所以將來 如果假設 你要抓的 那一個板塊 那個區域 它可能 沒有那個 很特別 比如說沒有CLASS 或者沒有ID 那你變成那個標籤 很多地方都有的話 那我是建議 你可以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抓那個板塊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再去抓裡面的超連結 最後一樣 可以把這個什麼 再存成什麼 存成一個 那個Links的一個什麼 一個CSV好了 這個可以把它存CSV CSV 然後 這個就叫Links.CSV好了 比如說我要再產生一個Links.CSV的話 那一樣 就是把剛剛的這個 再加一個S好了 這個一樣 就是S等於 然後一個什麼 一個名稱 然後 豆點 第二個 第一個是 第二個是連結 超連結 對 記得尾巴再加一個換 就是這個 前面先加一個 那個什麼 反斜線N OK 反斜線N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全部串在一起 所以底下的話 就是S等於S加 然後再加一個換行 這個換行 一定要不要忘記 不然的話 它沒有反斜線N 全部連在一起 最後的話 就多一個S 那把它存檔 OK 執行一下 沒問題 看一下結果 Links.CSV 有了 有了 出現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資料就下來了 網頁上有的 這邊也會有 OK 這個應該就 試試看好了 OK 這個Links 那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如果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的 第 第九頁 OK 第九頁部分 只是那個CSV 我這邊是沒有 不過CSV應該蠻簡單的這個 如果你有 有時間的話 其實甚至可以 練習 存成 那個ECEL OK 其實前面都有講過 蠻 蠻多是雷童的 所以 記得兩階段 第一階段 所以這個是STEP1 這個是STEP2 所以 未來當然不是只有兩階段 如果還有更複雜的那個結構 甚至你可以分三次來抓 可不可以 當然OK啊 先抓一個 再抓第二個 OK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 其實還蠻多地方都有類似的情況 那 待會的話呢 我們換一個其他的網站試試看 好了 所以呢 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 抓那個 比較 常 常見的一些網 網站 像那個 Yahoo的新聞網 好了 比如說我希望抓Yahoo新聞網上面的那個 焦點新聞的標題 抓標題就好了 裡面的文字不用抓 比如說我先用print出來 可以先抓它的標題 然後再抓它的超連結 這怎麼做 有沒有 焦點 1 2 3 4 5 6 6個 然後運動也6個 所以這等於有36個這樣的連結 OK 那如果我想要把這36個有沒有 這個網頁裡面 這邊上面 這邊 所有的超連結 名稱 跟超連結都要抓到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其實沒有難啊 跟剛剛一樣喔 試一下喔 我沒事 那 Cul 哪 那